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约五米的大型装画工程 古代工匠如何巧妙地拼起竹林七弦的风采 甚至去数柳树有多少根枝叶 琉璃有多少根胡子 现存最早的竹林七弦图像 为何有八个人却没有竹林 先有七弦 再有竹林 本期考古公开课 将请中央美术学院耿硕副教授 带领我们一起领略专画上的魏晋风度 本期考古公开课 考古有故事 文明有温度 让我们分享古老的秘密 让我们踏上发现的征途 欢迎各位来到考古公开课 欢迎六位学员的到来 欢迎大家 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 专画上的魏晋风度 如果用我们今天流行的网络用语 我们要讲到就是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男子天团 竹林七弦 这个天团出道在魏晋时期 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之深 这个天团由七个人组成 谁知道这个天团里都有谁 我知道的有阮吉 姬康 王荣 阮咸 还有向秀 山涛 琉玲 这里边你最熟悉的是谁 最熟悉的可能是琉玲吧 为什么 因为他喝酒喝得非常猛 他跟仆人说 我要是喝死了 就地就把我埋了 影响特别深 天生琉玲 以酒为名 大家还能说出来跟竹林七弦 那人物相关的典故或者故事吗 王伟的竹林馆里有一句诗是 独坐幽黄里 谈琴附长孝 谈琴的是姬康 长孝的是软吉 我们在大家的回答当中 慢慢地拼凑起了竹林七弦 而竹林七弦留给我们的故事 太多太多了 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 让我们从一个短片开始说起 这组竹林七弦主题的砖画 1960年出土于南京市郊的南朝大墓 宫山墓 砖画全长480厘米 高88厘米 由近300块磨印画像砖拼弃而成 现藏于南京博物院 飘逸流畅的线条 生动地勾勒出八位人物 藐视权贵的姬康 文才斐然的阮吉 超然大度的山涛 年少才高的王荣 长余师父的向秀 势久如命的琉玲 精通英律的阮弦 这一考古发现 不仅让我们有幸误读了 存世最早的七弦群像 也敲开了通往魏晋南北朝 人文艺术的大门 展现在大家面前的画像砖上 有八个人 还有谁有资格和竹林七弦 并驾齐驱 那我们所谓的魏晋风度 又有怎样的内涵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掌声 有请出本期节目的嘉宾 中央美术学院 人文学院的副教授 美术考古研究中心的 耿硕老师 掌声欢迎耿老师 欢迎耿老师 主持人好 我们先和耿老师 一起来认识一下 我们的男子天团竹林七弦 我们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看 分别是阮贤 刘林 向秀 那么这边呢 姬康 阮吉 山涛和王荣 我们还想知道第八个人是谁 他怎么有资格和这七位 和我们的男子天团 坐在一起呢 应该说啊 这个神秘的人物 他也大有来头 那么他之所以出现在 这幅专画上 原因很复杂 我想啊 我们可能首先要需要了解 专画上的七弦 到底怎么回事 再来探究他和七弦有什么关系 耿老师非常会讲故事 暂且暗下不表 我们细细道来 竹林七弦 那下面我们就掌声 有请耿老师带领 我们走进魏晋风度 掌声有请 在中国的历史上呢 有不少著名的文人团体 倒想其中最为大家 惊惊乐道的是谁啊 应该就是魏晋时期的 竹林七弦的 他们实际上年龄是不同的 比如说最年长的山涛 比最年幼的王荣 大概大了三十岁 性格呢 应该说也很迥异 但是呢 他们都有着一些 共同的属于魏晋时期 特有的一些精神境界 或者说精神追求 后人相信啊 他们曾经在竹林当中 饮酒畅谈 所以呢 尊称他们为竹林七弦 我想啊 竹林七弦 他作为魏晋文人群体的 一个代表 他们的影响 不仅表现在精神追求上 实际上 他们的生活方式 也引领了魏晋的潮流 比如说我们来看 他们的衣着 我觉得用今天的话来说 这种穿着 是不是 OVS那种款啊 就是非常的 不拘一格啊 比我今天这一生 要潇洒得多 那么 在当时应该讲 灰头绿可能也很高 这一幅竹林七弦专画 它是南朝早期的 一副艺术珍品 我们知道南朝和魏晋 它的时间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呢 专画当中 这些名式的衣着打扮 可能是比较接近 历史的真实的 至少说明 到了南朝时期 当时人相信竹林七弦 就应该这样穿 那我们具体看一下 他们的衣着 什么特点 非常的松弛 对吧 宽袍大袖 松松垮垮的 而且他们胸前有什么 记着什么 很宽的 一个袋子 这个袋子呢 还在胸口前面 打了一个像花一样 很好看的结 那这种衣着啊 在当时有一个 专门的名字 叫做包衣薄袋 包和薄 在这儿都是表示 宽大的意思 所以是一种宽袍 扩带的装束 差不多一百年前 鲁迅有一个 非常有名的演讲 题目很长啊 叫做 魏晋风度及文章 与药及酒之关系 那在这个著名的 演讲当中呢 鲁迅啊 就特意讲到 魏晋明是喜欢穿 宽袍大袖 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 是当时的一种风尚 那可能在今天听起来 这个风尚很要命 是什么呢 就是服用五十伞 文献中还记载了 竹林七贤之首的鸡康 就是有服伞的 这么一个习惯 五十伞 实际上呢 它是一种用 五种矿石 演磨制成的药 当时人认为呢 服了五十伞之后啊 身体变得很强健 能够延连易受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现代医学的研究 这种五十伞 它的毒性 其实是很大的 据说啊 吃了五十伞之后呢 人觉得非常的亢奋 非常的热 就不能坐下来 在那待着 就必须出去走 出去散热 穿得很紧的衣服 是不利于散热嘛 所以呢 当时呢 就要穿这种宽袍大袖 那我们看专画里的这些人物 他们穿的这种衣服 好像可以随时就 解开那个袋子 打开一样 正是当时 这样的一种风尚所致 我们查阅文献发现 实际上 褒衣博代的说法 出现的是很早的 汉代如生的衣着 有时候当事人 就用这个词来形容 而且应该说啊 魏晋时代 也未必都是吃了药的人 才去穿 我想大概主要 还是因为一种名人效应 这种潇洒的形头 很快就演化成了 一种时尚 给大家一种 无拘无束的感觉 也成为了 我们一想到 魏晋风流 眼前就会浮现出的 一种文化符号 大家看这专画当中 还有什么比较的显著 有很多的酒器 对不对 我就会想到 李白说的一首诗 古来圣贤皆寂末 唯有赢者刘其民 那在竹林七弦当中 有几个人物 就是好酒之徒的典型 有的呢 手持着酒杯 有的呢 慵懒地靠在那 好像已经到一种 很微醺的状态了 就是俨然一副 慵懒贤士 非常惬意的景象 大家知道 六朝时这些贵族们 他们的宴会 是怎么吃饭吗 和我们今天 围坐在一个圆桌 不太一样 当时呢 还是分餐制 分餐制的话 分酒器 就很有必要了 我们看啊 在专画当中 像阮吉 山涛 王荣 他们的生前 都放着一个 带饼的成酒器 墓葬的发掘者呢 把它称为嫖尊 也有人把它称为魁 出土的食物当中啊 比如我们看这一件 它是由大的这个尊 和一个小勺 构成的组合 喝酒的时候呢 就用这个勺 将这个嫖尊 或者叫魁里面的酒呢 再分到大家的酒杯里面 那在考古当中 发现了六朝时期 作为食用器的嫖尊呢 大多都是青瓷制作的 说到这些人物的 喝酒意识啊 我举几个例子啊 比如说阮吉 他特别能喝 当时呢 在曹魏后期 掌握大权的是谁啊 司马昭 那司马昭呢 想拉拢阮吉 和他年姻做庆架 阮吉不愿意 天天喝酒 大醉六十天 那司马昭每天派人去找他 发现又是喝醉了 又是躺在那儿 没办法 最后就作罢 而竹林七千当中 最能喝的刘宁 那更加的夸张啊 他是经常呢 携酒出游 边走边喝 他还让他的仆人呢 扛着锄头跟着他 为什么呀 他对仆人说 死便买我 意思说 我在外面喝倒了 喝死了 你就就地把我埋了吧 他写了一个九德颂 为自己辩护 再比如说 这当中的这个阮贤 他是阮吉的侄儿 有一次啊 阮家的家族聚会 他用大盆喝酒 甚至呢 有那些小猪啊 跑过来 抢着跟他一起喝酒 他也不驱赶他们 他就趴在那儿 跟小猪们 在一个盆里喝酒 可以说是人畜共饮 我们听起来是 瞠目结舌 那我们看啊 在阮吉和王荣 生前的回当中啊 还扶着一个 什么小动物呀 小鸭子 大家猜猜他是 干什么用的 我猜有没有可能 是茶宠啊 就是一泡热水 就变色那种小玩具 这个回答挺好啊 但是还是有区别的 我们刚才讲到 当事人吃饭喝酒 是分餐制的 在这种贵族的宴会上 那服务员可能 站得远远的 对吧 不好老过来 给大家添酒啊 但是呢 他要知道 谁需要添酒了 这种回当中 放一个小鸭子 当你喝酒 喝得多了 一点点沉下去之后 慢慢的 这小鸭子就看不到了 那服务员就知道 要上来添酒了 所以呢 这个小鸭子呢 当时有一个名字 叫做福 就是表示它的功能 很有幸啊 前几年 在江苏北部 披舟的一座 西晋墓葬当中呢 发现了两件 小鸭鸭 我们看 就是这一件 它的背部 挖空了 很可能就是 我们在专画当中 看到了这种 鸭斧的食物 说不准 这个墓主生前 也是一个 好酒之徒 最后呢 来说说酒杯 我们看专画当中 王荣的生前 既放着有葵 上面还有一件什么呀 翘着的 就是它的酒杯 跟我们今天喝酒的 这种高脚杯 区别很大 造型很别致 对吧 如果说到六朝时期 最为常见 造型又最为别致的 酒杯 那就是这种耳杯 顾名思义 我们通过一件 漆漆的食物来看 它的两边 有两个什么呀 小把手 这小把手 就像人两个耳朵一样 所以当神喝酒的时候呢 就拿着这个小把手 把它举起来 缓缓地倒入嘴中 这是从汉代以来 甚至更早的时期 延续到了六朝时期的 一种常规的喝酒方式 古人还给它 起了一个更雅的名字 叫做羽商 说完了 他们穿了什么衣服 怎么喝酒 其实他们的坐姿 是不是也很有特点 和我们今天这种 坐在高脚椅上 很大的不同 对吧 他们的每个人的身下 我们看是什么呀 其实那是 瘦皮制作的垫子 在魏晋时期 它是延续了 中国古代的 传统的一种坐姿 就是席地而坐 它要双膝着地 臀部呢 垫到这个脚的后跟上 这种坐姿呢 在当时有个专门的名字 叫做正坐 为什么要这样的一种 正坐的坐姿呢 其实是和当时服装 有很大的关系 那一直到魏晋时期 当时人们的下装 一般来说 还不流行穿合当裤 如果在席上 两腿分开的话 就很不雅嘛 那么这样的一种 正坐的方式的话呢 衣裳就可以将 整个下半身 都遮挡得比较的严密 也显得更为的得体 那我们再看 专画上的这些人物 看似他们是洗地而坐 但是他们还不是 我刚才讲的 那样的一种正式的正坐 我们看像王荣啊 山涛啊 阮吉啊 像琉璃啊 向秀啊 他们有的支着脚 有的是盘腿坐 甚至好几位的这个 腿都露在外面的 我想这种更为大胆的坐姿 恰恰是艺术家们 要表现这些竹林七贤人物 他们更为鲜明的个性 不受约束 其实是他们一种 洒脱潇洒的 精神追求的直观反应 接下来呢 我们一个一个地 看一下这些人物 到底在专画上 他们在做什么 大家看姬康在干嘛 弹琴对不对 姬康是当时 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名士 我们知道呢 姬康只活到了40岁 为什么呢 就是他不和当时掌权的 司马家族合作 把他处死了 据说在刑场上的时候 姬康推弦弹奏奏了一曲 《广陵伞》 谈完之后呢 常叹一声说 广陵伞与此决矣 姬康这个形象 和我们在文本当中 看到的 它的经典形象 是高度的一致的 我们再看阮吉 阮吉是斜着这么坐着的 小手指伸到了嘴里面 在干嘛 其实呢 这是当时六朝名士的 一个喜好 独坐幽黄礼 弹琴复长笑 什么叫长笑 阮吉这个动作 就是在发出笑声 呼啸的笑 所以呢我们知道 在竹林七贤当中 有一种说法叫做 激情软笑 讲的就是 姬康善于弹琴 软吉善于长笑 第三个人物呢 是竹林七贤当中 岁数最大的山涛 就是酒量特别的大 但是呢 他很有节制 那么画面当中 我们看到山涛 他的左手托举着 就是我刚才讲的耳背 右手呢 拉着个袖子 仿佛在邀请 我们一起跟他喝酒 再看他的旁边 这是竹林七贤当中 年龄最小 和山涛差不多 差了三十岁的王荣 看他右手 他在转什么呀 你会不会说是 老痒痒那个牌 有一点像哈 但这个呢 实际上在当时 叫做如意 魏晋时期 这些文人雅士啊 他们在休闲的时候呢 往往就抓着 这样的一个如意 把它舞动起来 可以说是一种游戏 或者一种娱乐的方式 就叫做如意舞 用它呢 作为打节拍的 一种工具 删减 节肥岛 王荣 如意舞 讲的就是 竹林七贤当中的 王荣 他有一个才能 就是这个如意舞 玩得特别好 那我们再看 这边是谁啊 这是向秀 向秀坐在这个垫子上 似乎在冥想 在思考 他的好友 姬康和女安 都被司马昭处死了 在经历好友的 这么一个离世的痛苦之后 可以说向秀是在 惆怅迷茫当中 大彻大悟了 他就开始理解了 或者说更加理解了 庄子的一些思想 所以向秀在中国的 思想史上 做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祝庄子 再看这一位 哪一个小波子 再拨一个弦乐 其实这个乐器呢 就叫软弦 也叫软 它是很古老的一种弦乐 据说呢 软弦特别擅长 弹这种乐器 太有名了 弹得太好了 后世呢 干脆以它来 命名的这种乐器 在日本赖良 东大寺 郑仓院的宝物当中呢 就能看到 不止一件 就是唐代的 嵌着鲁垫的 紫檀木 制作的软 或者叫软弦 这就有助于 我们想象当年软弦弹奏 软弦的 那样的一个 非常潇洒动人的场面 那么这组专画 它是诞生在 魏晋南北朝当中的 南朝这个时代 那究竟是一个 怎样的时代呢 它是夹在 汉 唐 这两个盛世帝国 中间的时代 这是一个政权 更迭 平凡的时代 也是一个 分裂和统一的戏码 轮番上演的时代 那么南朝 它是魏晋南北朝 这一个大的历史时期当中 靠后的一个历史阶段 具体来说呢 它是指 宋 齐 梁 臣 这四个 前后相续 并且呢 都定都在建康 也就是今天 江苏南京的朝代 他们呀 都是中国南方 当时的政权 也正是经过了此前 东吴 东晋 两个朝代的开发 那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 到南朝时期呀 已经有了 长足的发展 艺术成就的水平 也很高 一般来说呢 把它和之前的 东吴 东晋 就合称为六朝 乱是这个时代 给予我们 最深刻的一个印象 但是我想呢 这就像手心一样的 是这一面 我们翻过来看另一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历史的另外一番景象 各民族的大融合 东西方的大交流 信仰的多元并蓄 文化艺术的独立发展 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在这个时期 也日趋饱满 他们对自由人生的追求 达到了新的高度 书法 绘画 文学 这些艺术 都是在这一时期 走向独立的 像我们熟悉的 书圣王羲之 华圣顾凯之 都是六朝人 所以说呢 魏晋南北朝 它是有着自己 独特的文明特质的 甚至有人说啊 那是一个 唯美主义的时代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 逐林期前 可以说是 最具有这种 唯美和浪漫特质 为一体的 这样的一群人 他们的好酒 他们的洒脱 都始于那个时代的 风气有关 在那样的一个乱世当中 其中的一部分人呢 就选择了远离朝政 重情山水 这是因为 他们有这样的一种 放荡不羁 这样的一种 洒脱的独立的人格 有这样的精神追求 所以被称为高士 称为贤人 到了这幅专画 所在的南朝 依然是当时的精神楷模 所以我希望 大家有时间的话 可以亲自到 南京博物院去参观 尽情地感受一下 这幅专画传递给我们的 让那个文化辉煌的时代的 绚难与美好 经过跟老师精彩讲述 我们也渐渐地推开了 南北朝时期的 艺术的大门 大门 对 我看到大家也特别想 跟老师来交流 主持人好 老师好 我想问的问题是 既然这幅画的主题 是竹林七弦 那么为什么 专画上面没有竹林呢 既然你说到没有竹林了 我们来看看上面的植物 大概大家能认出来是什么 比较多的 这个叶子特别大的是什么 我猜想那个 橡秀和琉林中间的 那个是柳树 对 对 然后我还能猜到的是 鸡糠和软积中间的是松树 老师我猜那个 叶子比较大的那个 是不是银杏 对 对 对 但问题是 竹林七弦为什么不在竹林里 对 说了半天 竹子在哪儿 其实很早就有人去讨论的 我们近代有一个 非常著名的大史学家 陈寅确先生 他有一个当时 石破天惊的看法 就讲的 竹林七弦其实不存在 你听了很震惊对吧 当然了 他不是说这七个人不存在 而是他们一在一起 竹林当中的这个世纪不存在 就是所谓这场雅集是没有的 他认为呢 其实是到了东晋时期 人们呢 去构建的这么一个故事 那怎么去解释 他认为是先有七弦 再有竹林 就是说把相似的个性 追求的这些人物 在后世的文学描写当中 把他们合在了一起 这个在中国传统的史书写作当中 是有这个传统的 就所谓的合传 竹林一词呢 实际上和佛教有关 当佛教在中国流行开来以后 当时人流行一种格异的做法 就是笔附佛典 就把七弦认为 把它比复到 释迦牟尼在天竹讲法 那个竹林经蛇 所以把竹林夹到了七弦之上 当然了 现在也会有些学者 有新的看法 通过一些环境史的研究 认为在微晋时期 中国北方 可能气候条件 比今天更加的温暖潮湿 可能也有竹子存在 但是呢 我想这幅专画 确实没有画竹子 倒是能够引发我们 在这方面的思考 也就是呢 其实历史 它是一个不断存累的过程 我们今天看到的 实际上是经过了 不同时代 人们不同的写作 不同的想象 不同的渲染 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印象 就好像唐宋八大家 在当时也没有这样合成一样 对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今天重点的任务是 竹林七贤 这七加一的一 到底是谁 刚才我们解读了 竹林七贤形象的形成 意义贯通的气质 尤其呢 是在南朝宋 刘宜庆的这个 《诗说新语》里面 记录了他们很多 所谓的意识 就更让我们好奇 什么样的人 他的生平 他的艺术追求 他的文学修养 能够跟这七个人在一起 我觉得这已提供了 一个线索了 那第八个人 能够跟他们坐在一起 那一定有一些相似性 或者说他们是 性情相投 我们看他的形象 跟七康有点像 对吧 对 也是在弹琴 并且一副悠然自得的 这样的一个样子 在七弦当中 把他放到这个专画当中 和七弦在一起 特别地和谐 所以他是不是 也是一位名士呢 我想这个是一个角度 另外我们不要忘了 这是一幅专画 这也和这个专画的制作 和气柱方式是有关的 这个专画怎么做出来的 就和这个人物的身份有关系 有关系 这真是一个特别神奇的话题 那您来说一说 这个专画是怎么做出来的 好 那我想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让我们回到考古的现场 好 它是在墓葬当中 所以它是什么性质 它是墓砖 它是在墓葬当中 系在一起的 形成的墓式的两个侧壁 考古发现的 南朝时期的这种画像砖 其实有两个类型 一种类型是一砖一画 我们能看到很多的画 是在一块砖的 比较宽的这个面上 每个砖的这个宽面 就相当于一个画框一样的 汉代的画像砖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所以它是有一个传统 延续到了六朝时期 但是在南朝时期 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砖画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 它不是一砖一画 它是怎么样呢 加起来大概在三百块左右的砖 拼系在一起的 您的意思是说 这是我们熟悉的游戏 拼图游戏 对 拼图游戏 所以 是先有了带线条的砖 然后工匠再在墓室里去 弃住它 拼接 对的 怎么可能我们拼图游戏 工匠乱掉了吧 你觉得这个特别复杂 给自己找麻烦是吧 对啊 那怎么能够保证它能够在墓室里边 拼接出如此优美完整的画面呢 我想会不会密码在砖上 对了 这就是我们发现的这套画像砖背后的秘密 如果你是这个工匠 你来想想你会有什么招 我想会不会像现在的拼图游戏一样 那些砖的背后可能会有数字呢 然后工匠根据这些组合 然后就拼成了这幅画 施工队要招聘的话你应该能入学 想得跟古人有点接近的 庚老师今天来专门来的道具砖 我们就给大家揭秘一下 来 有请 我们看这个道具砖 你在展厅当中都只能看到一个面 就是它们比较窄的这个侧面 或者是端面 有图像的 有这些线条的 每个砖它是六面 它别的面还有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个比较宽的这个面上 有文字的 对吧 我们看这一块砖 同样的 也是有文字的 在另外的这个侧面上 也还有文字 那这些文字呢 就是刚才我们讲到了 A砖背后的那个密码 庚老师手里拿的写的是什么 机中第二 我这块叫机下第五 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两块砖 在这个图上 我们看到就是标红的位置 这两个编号文字都讲到了 机对吧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呢 它是告诉我们 这块砖 你弃的时候 要弃在哪一侧 因为这八个人物 是分弃在牧师的两臂上的 一边四个人 那么一侧呢 是以机康为首 另外一侧 以相秀为首 所以分属两个侧面的砖呢 就分别以 机和相 起首 那么这两块砖 都是机为首 我们就知道 首先你能判断 它是属于机康这一侧的砖 具体怎么编号 我们通过研究发现 它实际上呢 每一侧面 都是分为了上中下三列 所以我们就能看到 比如说机康这一侧的气柱 就是从最下方的第一块砖开始 机下航一 航二 航三 一直到这个航七 即便就是机下第五 这四个字 其实它包含了三个层次 机或者像 表明在哪一侧 上中下 表明在上中下哪一组 而最后这个第五 或者是这个第二呢 它什么作用呢 它其实精确定位到 具体在这一组的哪个位置上 这样的就从理论上 能保证 工匠最后在气柱的时候 这个砖不会弄错 怎么样 如果你现在穿越回去做工匠 知道怎么气柱了吧 在同时期的墓葬当中 还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气柱方法的实证 在南京 在江苏的丹阳 一些高等级的六朝墓葬当中 也发现了类似的气法 刚才我们听耿老师 跟我们解读的呢 就是专画气柱的原则 那具体到这个专画当中 它又是如何发挥了工匠的巧思 最终完成的这幅艺术真品的呢 我们接下来就请 庚老师为我们继续为伟道来 掌声有请 我想起我第一次到南京博物院 看到这幅专画的 是我大学时代 过去差不多有20年了 此后经常去南京 每一次有时间吧 我都会去南博看一下它 有点像去看自己的老朋友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这些砖它是怎么被制作出来的 怎么被砌到墙壁上的 过去学者们也有关心这个话题的 但是没有过充分的研究 主要就是这个砖画作为国宝 已经被嵌到博物馆的墙壁上 谁也不敢把它拿下来 那因为发掘得比较早 当年的考古简报的信息 也比较的简略 在2010年的时候 考古工作者在江苏的南京 又发掘了一座带有画像砖的六朝墓 这个墓非常的特殊 它虽然是用画像砖砌砌砌砌 但是所有的画像砖都是乱砌的 就它没有构成我们看到的 这样一个完整的画面 这个墓葬被发掘的时候 已经被破坏了 当时的考古工作者 搜集整理完这些砖以后 他们非常的细心 就把其中的200多块 保存比较好的散乱的画像砖 的资料公布出来的 都做了五面的踏片 过去我们可能就知道 有图像那一面 当每块砖做了五面的踏片之后 我们就看到了 它其他面上有什么信息 那这就给我了很大的启发 我就发现 哦 这个局可以破了 因为当时十字岗这座墓的发掘者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专家 就意识到了 十字岗这个墓当中 有一些画像砖上的文饰 就是竹林七弦这个题材 并且发现和南京博物院 藏的这一套最美的竹林七弦 非常的相似 甚至觉得是同模制作的 这就给我了一个很大的启发 我就带着学生做了一个 看起来比较枯燥机械的工作 我们就比对吧 那我们就把这个墓葬当中 公布的这些画像砖 一块一块地和南京博物院 藏的这套画像砖 进行了比对 甚至去数柳树有多少根枝叶 琉林有多少根胡子 我们比对的结果呢 我们发现果然是的 这两套画像砖 是完全重合的 这就是说 它其实不仅仅是依赖 同一个画稿或者粉本 它们实际上是同一套模子 制作出来的 我们称为童母的画像砖 大家看 这就是我们比对的结果 在下方的这个砖 就是南京博物院藏的 公山母出土的竹林七弦画像砖 那么在它上面这个白色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从十字岗这座墓葬当中 找到的相应位置转的踏片 我们把它就贴上去了 贴上去之后就看到了 它们是完全重合的 就会看到它们的线条的粗细啊 走向啊都是完全重合的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 这两个墓葬当中的竹林七弦的砖画 它是完全相同的 是同盟制作的 如果刚才说那些线条是重合的相似的 大家还有疑问的话 我们还发现呢 这两套砖出现了相似的瑕疵 你说错还能错到一起去吗 我们看这是软极的袖子的位置 在袖子上面各有一根长长的这个线条 对吧 这个线条在图枪当中 并不构成衣纹的一个部分 它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猜测啊 它有可能是当时制作模具的一个失误 有可能是板子上原来就有的一个疤痕 也印到了砖上 所以这种相同的错误 或者叫相同的瑕疵 能从另一个角度来证明 这两套砖画是同模制作的 就是同胞兄弟 我们说了半天 这套这么美的砖画 它到底怎么被制作出来的 那我们的研究呢 至少它可以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 依照图像 刻制模具 第二步呢 硬制木砖 第三步 刻写编号文字 第四步 把这些砖弃铸到木室当中去 那每个步骤都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 所以我想呢 当年这个制砖弃砖的团队 应该是一个技术精英的团队 我们假设 我们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团队 我是负责人 那我们就借到了一个工作 就是要制作一套最好的 表现当时这种明示风度的 这样的画像砖 那我们第一步怎么办呢 那这些图像是怎么做上去的 它不是砖雕 它其实是趁着这些砖坯半杆的时候 用木膜硬上去的 如果我们到南京博物院 看实物的话 你就会观察到 这些砖上的线条 它都是凸出来的 是所谓的阳纹 说明模子上 当年刻的那个线条 应该是凹下去的 是所谓的阴纹 我们接到这个工作之后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 刻制模具对吧 那古代做砖 大家知道怎么做吗 它不是机器化生产 它是手工制砖 它是一砖一模 就是每一块砖 都是有个模子做出来的 我们看这是新开馆的南京城墙博物馆 它们就有一个制砖的工具 那么右边是明代宋印星的天宫开悟当中的一幅图 所谓的传统制砖 就是把砖坯压到这样的一个木框里面 在里面拍石 然后再取出来 那怎么印上图案呢 最开始可能是刻一块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模具 在上面刻出了人物的形象 再把它切成很多的小块 那在这个砖模上面 这个侧面和端面的这块板子 有可能是能够灵活地拆卸取下来的 你要印哪个图像的时候 就把相应的有图像的那一块板子插上去 把砖泥拍进去 压实之后 这个图像不就印上去了吗 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式 那么在这个砖画当中 其实是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 我不知道学员们有没有会谈古琴 你看姬康的琴怎么放的 哪边是琴手 右边是琴手 对吧 他拿反了 如果我们看一下宋徽宗的这个名作《听琴图》的话 你看到这个人物他谈的琴 琴手应该在他的右侧 不应该在左侧 那这个错误是怎么发生的 那过去大家又会有些猜测 有的人就说 因为当时的工匠文化水平不高 并不了解这个古琴怎么弹 所以可能就画反了 那也有人说 姬康他是个名士 名士叫与众不同 他就怎么反着弹琴 那其实这都是一些不太立得住的猜测 实际上通过我们的研究 造成这个琴反的原因 是一个基础原因 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砖画 作为一个镜像处理 把它翻过来 我们就会看到 实际上这个琴手 就应该在他的右侧 在正确的位置了 这就是因为 当年这些工匠 在把原画转移到这个模子上的时候 他并没有做镜像处理 一丝不苟地 把原画转移到了这个模具上 所以他们印出来的时候 就印反了 那么当这些砖被印上图像之后 趁着这个砖还没有完全干的时候 就要干嘛 就要刻写编好文字了 给后面砌住木砖的时候 于一种指导 那我们看这些文字 我们把它放到一起 大家有什么感觉 这应该不是一个人写的 对吧 那其实当时因为砖太多了 为了效率高 所以就有不同的工匠 在上面写这个编号文字 这都写得比较的潦草 比较的随意 因为它不是给我们看的 它是给器木的工匠 有一种指导 所以我们刚才从这个刻制模板 到印制木砖 再到写这样的编号文字 我们看到 其实有很多的人参与了 不同工匠的影子 我们仿佛看到了 那么最后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些砖 砌住到木葬当中 砌到相应的位置 我们刚才讲了 工匠在砌住木砖的时候 主要依靠的 就是看这些编号文字 但是我们要想 在手工制砖的时代 尺寸上难免会有一些 细微的差距 那一块砖 插个一毫米两毫米 可能没什么问题 那你想如果十块砖 这么砌过来 上下 它是不是就会有一些错位 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就发现一颗工匠的小秘密 比如说我们看 这个是南宁博物院的砖画 在图中 基下航三的位置 是一块空砖 那为什么呢 我们在十字岗 这座墓葬当中 正好找到了 有基下航三砖 但是这个位置呢 印有基康 那说明什么呀 说明就是在 这块没有图像的砖的位置 原来应该放置的是 有基康榜题的这块砖 因为当它依靠编号文字 把这些砖放在一起的时候 它先把人物的线条拼在一起 这些数目的线条拼在一起 都合理凭借以后 发现中间 那个本来要放绑题的位置 太窄了 因为砖尺寸有差距 这个砖塞不进去了 那怎么办呢 它就偷偷地 把这个有绑题砖 移到了旁边 没有图像的位置 再把一块比较薄的砖 塞到了里面 一千多年前 工匠的一个小秘密 就被我们发现了 这个发现 其实是让我们 回到了一个历史的现场 我们能看到 工匠在这个环节 它为什么要进行 这样的一个调整 它首先是要保证 图像的这么一个完整性 所以我们是能够感受到 工匠的思考 这也是我觉得一个 我们在历史研究当中 能够感到共情的一种方式 所以这幅专画 它不只是艺术品 它在墓葬的 墓室的两个侧壁上 所以它是有使用的功能的 它有对称的需求 如果只是七位人物的话 那不就缺了一个吗 所以它要引入第八位人物 而出于审美和艺术的考虑 这第八位人物 它肯定不是来凑数的 它是要与七贤 有着相似的人格魅力 和精神高度的 那当时的创作者 在综合考量之下 选择了谁呢 就选择了春秋时期的影视 荣启七作为第八位人物 和七贤并列 荣启七是谁呀 她是春秋时期活动在今天 山东境内的一位影视 也是一名学者 和孔子是同时代人 那我们算一下 比魏晋的朱宁七贤 大了七八百岁 据说呢 孔子有一次 游于泰山的时候 见到了这位 路求戴索 古亲儿个的荣启七 她是一副 悠然自得的模样 那孔子又问她呢 你为什么这么快乐 荣启七就回答 她说她的快乐的事情 有很多 其中呢 有三件事是最快乐的 第一是她是人 第二呢 她是男人 第三呢 她活到了九十五岁 她说 这已经让我觉得 特别快乐了 那后世呢 就拿这个典故呢 形容知足常乐 在许多后世的诗文当中 荣启七就成为了 高世的代表 到了魏晋时期啊 更是当时的精神楷模 东京的诗人陶渊明 就专门有写 荣启七的一章 那所以我想啊 这种墓葬的装饰艺术 从设计到施工 它是兼顾了艺术 和技术两个层面 甚至在田野考古发掘当中啊 发现部分的木砖上面 还有彩绘 那我们就知道 这个气组的过程 可以说是既精细 又复杂 耗时耗力 我们看到 竹林七前专画 每个步骤的参与者 都曾经进行过 相应的处理和调整 甚至也有他们的一些创造力 虽然是看似的简单的 像一个平面化的图像 实际上它是一场 工艺接力的结果 也是当时技术水准 管理效能 还有丧藏制度实践的综合体现 经过邓老师细致的剖析 层层剥茧 我们终于知道了第八位人物 容启七 看来他能够和我们的男子天团 竹林七前坐在一起 那也是实至名归 实至名归 但是在刚才邓老师解读的过程当中 好像我们的眼前闪现出来了一幅工人 工匠正在热火朝天的 来进行弃柱这样一个场面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 在当时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 比如说像工匠 是不是他们已经具有了某种产业性质的特征呢 这套专画在我看来 它其实不是一个商品专 因为我们想 如果是你买东西 商家做东西 它的原则是什么 一定是我花最少的钱取得最好的效果 对不对 这个墓葬它不是只有这一层砖 它有好几层砖 最类测的这套砖 主要的功能还是在装饰 那我就会去买那种一砖一画的 它面比较大嘛 我用不了那么多砖 我就能装饰这个墓葬 但是这套砖画 其实在我看来 它用的是一个繁琐的 复杂的方式 它都是把图像印在砖的窄的边上 对吧 那就要的砖特别地多 那你说缺一个砖就麻烦了 只有在当时 我觉得是不计成本的 这样的一个阶层 他们才会使用这个方式 集合了最好的社会资源 最好的创作者 工匠 才能做出的 这样的一个艺术的真品 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 如果在砌柱过程中 砖块某一块发生了损毁的话 会怎么办呢 难道它是有替补吗 备份 特别好 你这个就到了这个技术的问题上了 我想当时根据我们的研究 它是应该有一套模具 制作出了多套的画像砖 是为了达到相应的级别的人 去使用的 应该是有一些备份 所以可能就是每一块砖都是标准件 坏了赶快回作坊里 马上去替换一块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 有请 老师您说这些画像砖是在墓中发现的 墓主人为什么要画竹林七弦 他是特别喜欢它们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寓意 这个问题特别好 其实你就问到了为什么在南朝的墓葬当中会出现竹林七弦 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有很多很多的研究 我觉得有两种观点我们都可以去借鉴 那一种观点认为到这一时期七弦或者说八弦 他们还是名士 他们放在墓葬当中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的精神追求 希望墓主人到地下以后能进到这么一个名士序列当中 继续跟他们一起永久谈学 构建一个很有六朝特色的风雅的这么一个场合 那另外还有种观点认为 到了南朝时期 其实竹林七弦的一些人物 已经有了神仙化的倾向了 因为在有些墓葬当中还出现了龙 虎 似神 还有一些仙人的形象 可能构成了一个神仙世界 或者神仙世界 那墓主人希望借助这样的一个世界 可能进行飞升 其实我觉得这两种观点也未必就会冲突 至少我们能说明当时人 对于这样的竹林七弦的这些人物身份 他们是非常景仰的 非常仰慕的 希望和这些人物发生观点 在墓葬这个属于特别特别私人化 也特别特别神圣的空间当中 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而且在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大融合 大动荡的年代 可能每一个人心中哀叹于生命的短暂 可能对于竹林七弦的这种精神的追求 有一种格外的向往 其实这也要说到墓葬到底是什么 一段新的生命的开始 用开玩笑的话来说 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装置艺术 它实际上就是人们用艺术的方式 用综合的材料 用多种的表现手法 去营建一个他们想象当中的 一个理想化的神圣化的空间 所以在这个空间当中的这些元素 它都具有了一个艺术化的特征 它都是一个理想中的一种形象 所以你看我们从美术考古的角度 从艺术的角度去理解墓葬 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装置 它脱离了所谓什么迷信 神秘主义 它带给我们的每一座墓葬 其实都是一个古人留给我们的 装置艺术的真品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一个 非常有趣的话题了 就是我们也解决了第八个人物是谁 我们也看到了如此珍贵 如此传神的艺术精品 那么接下来大家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 这样精美的作品一定不是工匠画出来的 工匠在制作模具之前 画这幅画的人是谁 我们今天所能够见到的 魏晋南北朝的绘画作品 少之又少凤毛麟角 那么这幅画作是否是 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画家 他的真迹呢 他在中国美术史上 具有怎样的艺术价值 这也是接下来 庚老师带领他的团队研究的重点 那我们继续把舞台留给庚老师 掌声有请 六朝是中国历史上艺术走向独立的时代 我们知道的一些大画家 比如说顾凯之 杜潭威 都是这个时代的人 他是艺术家真正走上 历史舞台的一个时代 但是呢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 确凿的这个时期的传世画作是少之又少 我们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对于六朝艺术的了解 主要是来自于像历代名画记 这类的文献记载和少量的后世的模本 那么1960年 当江苏南京发现了这套竹林七弦 与容启七专画之后 人物形象 这种细腻的飘逸的线条 这些树木 俄罗多姿的形态 都让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 像顾凯之这类大画家的作品 我们看到砖画当中这些树 和传世的落神户图当中的这些树 是不是非常的相似 所以说呢 虽然竹林七弦专画 它不是平面的绘画 但是它所选取的像七弦 或者是古弦这种题材 在六朝时期是有很多的大画家去画 那文献就记载 顾凯之 陆探威 戴奎 这些低流的大画家 都画过这些明世的形象 并且当时在南齐的皇宫当中 皇帝还下令在宫廷的壁画 画了七弦的形象 所以它应该就成为皇室 贵族和文人圈 都很喜欢的一种绘画的题材 甚至我想也构成了一种经典的构图 我们看到这当中人物的形象 树木的画法 确实它们在布局造型风格方面 都和我们今天看到的 传世的六朝大画家的作品 有很多相似之处 特别是和顾凯之的传世作品 有不少的相似之处 那遗憾的是 出的文物当中 我们没有见到过坟本 这一组专画没有作者的签名 对吧 我想尽管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证据能够说 这个专画就是顾凯之 或者哪个大画家创作的 但是这个画稿 应该是出自某位著名艺术家之首 我想这个推测是完全能够成立的 所以竹林弃弦专画的出图 就填补了美术史上的 一个重要的空白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这是人们第一次领约到了南朝 乃至六朝绘画艺术争绩的风采 那最开始那个原作是什么呢 我们的研究表明 可能它是来自于屏风画 在六朝时期 画家绘画的这个材料 或者是绘画类型 有很多种手卷 长的卷轴画 在寺冠里面 宫殿里面画壁画 那还有一种的是屏风画 因为那个时期 大家住的房子相对比较的宽敞 室内它的分割 主要是通过一些移动的家具 进行很灵活的分割 所以屏风在那个时期 也成为艺术家们 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那这幅砖画的高度 大概在八十公分左右 在考古的发现当中 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农墓 曾经出过一组七屏风 我通过比对就发现 那个七屏风每一扇的高度 也是八十公分 所以很可能这个砖画的原本 或者说它的稿本 是来自于当时放置在 人们坐在榻上的 榻上面的那些多善的屏风 那我接下来想说一说 这种砖画 在什么样的墓葬当中发现 到今天南朝的墓葬 发现的数量相当地惊人 但是出现像竹林期前 这种题材的大型拼记砖画 不过是多座 那通过研究 基本上都是帝王一级的墓葬 甚至能够进入的 严格地说 主要在地灵这个级别 当时那些世家大族墓葬 我们也发现了很多 只有花纹砖 也没有这样的拼记砖画 所以学术界一般认为 大型拼记砖画 是南朝地灵特有的装饰内容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耿老师带来的详细的解读 而且也特别感谢您带领的团队 做得如此深入的研究 那从您的专业的角度来看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个作品 包括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类似这样的作品 您认为它具有怎样的 时代性和艺术性 我们都说六朝是一个 艺术走向独立的时代 那怎么去理解这句话 或者理解这么一个判断呢 一方面我们看到 这一时期真正的大画家 被正时所记录的大画家 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另外一方面我们能看到 像拼记画像砖这种艺术形式 进到了最高等级的墓葬当中 汉代的墓葬艺术很发达 对吧 有画像砖 画像石 有壁画 但是在那个时代 最高等级的墓葬 可能更多用御医啊 用皇上提凑啊 来区分身份等级 标明他们的身份 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 壁画 画像砖 这种墓壁的装饰艺术 进到了最高等级的墓葬当中 也就是说 绘画艺术这种形式 被纳入的陵墓的制度当中来了 我觉得从这个层面上 我们也能看到 艺术在六朝时期 它的地位大大的抬高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跨越 对 我们知道 所谓的六朝的贵族门阀 它不一定都是最有钱的家族 但是它一定是个文化家族 家里面代代相传的 很多的手艺或者技能 书法 文学 绘画 并且当时的皇族 皇室 他们很多也在学习绘画 你像南朝的一些皇帝 也是收藏家 齐高帝 梁武帝 都收藏了大量的书法和绘画作品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 为什么艺术在六朝 得到那么长足的发展 地位那么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可以这样理解吗 从美术考古的角度来讲 魏晋南北朝 或者说六朝绘画艺术 是未来的整个中国美术 滚滚洪流的一个重要的启动期 我想可以这么说 因为在汉代的时期 也有很多的图像 一代名画记 讲到汉代的这些画画的人 还是一个画工的身份 对吧 那个给王朝军画像的毛岩寿 其实是当时非常有名的画家 但是他身份还是画工画师这种 但是我们到六朝时期 你看正史当中 就会给顾凯枝 给他们作传的 这些人 以艺术家的身份 开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所以就像你说的 六朝时期 可以说是中国艺术 处于一个腾飞的时代 所以通过这样的专画 我们似乎能够听到 中国美术春潮 勇动 再次感谢给庚老师 带来的精彩解读 我们把掌声送给庚老师 感谢您 谢谢大家 竹林期前与容启期专画 它为我们定格的是 千年前名世先贤的风采 在气韵生动的线条当中 带给我们的是 古今辉映的艺术感受 这些层层叠叠交织的历史见证 勾勒出了古人的心知所向 也向我们展现了魏晋风度 再次感谢各位收看 今天的考古公开课 谢谢六位的到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